一般来讲就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觉得应该是取消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就是变成一种文化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是会埋下很多隐患的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 就是如果过二三十年时代条件可以的情况下 中国人出生下来就不要再标民族了 就是大家都不要再标民族了 标民族是一个很错误的作法 反正你可以看见美国 美国虽然有很多多元的民族 但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承认自己是美国人的 我们还是要以文化为本位 最好是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 而不是强调民族共同体 一旦强调民族就会出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强调一个概念叫做 中国文化共同体的概念 不要整天强调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一强调民族总是是非多 我不是说它标不标有没有 就是说不要随时的通过 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户籍的制度的概念 是非常强大的 它类似于给你打上了终身的签证 类似于你一出生下来 就像牛一样给你屁股盖了一个章 认为你是好牛还是坏牛 诸如此类的作法 像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而且也会影响这民族的通婚 你看为什么汉族跟回族就是很难通婚呢 就是一开始就婚变出来了 那就那就那就变成通婚就很难了 实际上在延朝的时候 回族跟其他民族通婚 没有走到我们今天这一步知道吧 我们去看延史的时候 我原来看过一本 我看过一本书 然后讲到延朝那个 延朝是分四等人的 回回的地位还挺高 回人的地位还挺高 然后呢 回族当时是不大介意 跟我们汉人男人结婚 也不介意跟蒙古人通婚 虽然有有这个等级的高低知道吧 但是通婚里面呢 没有像现在这种这种限制知道吧 你必须得回族 我才能跟你结婚哦 大家好